浩瀚无影的太空 一艘满载暴脸虫的宇宙飞船里 曾与异星女王对决 最终战死的铁血战士 静躺在前方 忽然一只异星破膛而出 他起泥思教 宣告着如何异星和铁血战士的 冲击怪物就此诞生 当船上的铁血战士意识到危机 铁血异星已经完成进化 并且主动发起了攻击 铁血战士慌乱应对 一发能量炮被铁血异星轻松避开 飞船受损严重 向着地球急速坠去的同时 这场异星与铁血战士的冲击对决 正式拉开了序幕 追回了飞船里 铁血战士刚发完球球信号 就被铁血异星干掉 铁血战士的母星上 坐在王位上的孤狼铁血 收到讯号后 带上双倍 启动飞船 下一站前往地球 森林里一对父子正在打练 隐身巨降后 他们发现了坠毁的宇宙飞船 飞船里的暴脸虫破壳而出 来人举枪 打中暴脸虫 但腐射着液体 融化了他的手力 残骄声不绝鱼耳 吓一眼 小男孩吓坏了 起身再看 一只暴脸虫爬进了地下管道 这里是牛浪汉的狙击地 当身旁的狼狗 狂叫不止 牛浪汉低头 一大波异星即将破体 前所未有的危机 正向着宁静的城市 越靠越近 夜色中又一艘飞船 划破大气层 坠入了湖中 无狼铁血抵达地球 狐狼寻动迅速 先找到了碎毁的飞船 第一步 摘下同伴的面具 读取可用的讯息 了解到铁血异形的存在后 第二步 飞镖 铠甲 能量炮 全副武装 夜莎为荣的狐狼 要趁着铁血异形 卫生气候 将它扼杀在摇篮之中 出发前 狐狼炸毁飞船 找到被暴脸虫寄生的父子后 用蓝色的腐蚀液 将它们完全抹去 在铁血战士的世界中 人类只是孵化异形的低等生物 而低等生物 没有资格知道 倦阳者的存在 森林里 大批警员正在搜索 失踪的父子 一名警员点太背 发现孤狼就算了 偏偏这时 对讲机猛然响了起来 孤狼锁定目标 难夺民狂奔 下一秒 第二天 当警长卷毛 找到同事 同事被八匹抽筋 诡异的倒掉在树上 这里的设定 执行了老板的铁血战士 算是一个小星星 孤狼的使力 毋庸置疑 顺着蛛丝马迹 很快 他追查到了下水道 年夜 尸体 看了异星就在这里 孤狼绝非等闲 有勇有谋的他 第一步 先摸清地形 布置陷阱 第二步 一远而是让故意暴露 目的是引蛇出动 果不其然 黑暗中的异星 猛冲而来 孤狼启动激光陷阱 先锁住出口 接着一发尖炮 轻松拿下医血 异星靠近 孤狼不慌不断 扯住尾巴 完成双杀 两只异星包围而来 孤狼反应神速 一手一支 毫无压力 就在他准备 完成四杀时 铁血异星 忽然从后方出袭 巨石挡路 孤狼受伤 在铁血异星的指挥下 其余异星 纷纷顿走 孤狼破地而出 刚刚只是热身 两大死敌的对决 才刚刚开始 顺着异星的踪迹 孤狼来到发电 铁血异星太聪明 他躲在暗处 瞅准时机 再次完结了偷袭 反应不及的孤狼 重冲碎地 腿部也被刺穿 这一刻 被激怒的孤狼 失去了分寸 一发发尖炮射出 路标没打中 发电站 却被破坏殆尽 城市的电力系统 完全瘫痪 黑暗中的异星 闪开了杀戮 游用管理 麦克和孝花 轻轻吻吻吻 孝花的前男友 带着爽的进来 情敌界面自然是大大出手 忽然一只异形潜入水中 小花尖叫 水池里的男人 还没反应过来 异形已经带走了一人 麦克等人下门 夺命狂奔 却不知道异形可怕 解决战士更加无情 女孩正在熟睡 忽然被子里有东西 越靠越近 拿起夜视仪 女孩看向窗外 尖叫声引来了父母 母亲逆沙暖心安慰 父亲则站在窗边 你看傻也没有 抱着女孩 妮莎夺命狂奔 前方是一片墓园 一个男人躲在角落 她的魔女娘千万别出身 因为此刻的树上 直前受伤的孤狼甚在疗伤 男人拿着手枪想要偷挤 可刚急声 孤狼已经发现并锁定了她 一发肩炮 男人脑袋开花 妮莎带着女孩 风能似的继续奔逃 大于滂沱中 城市一片混乱 麦克和孝花 以及几名幸存者 在警长卷毛的监影下 躲在一家商店里 绝毛联系上 匆匆赶来了特种部队 队长大黑自信满满 她表示 小队装备精良 能应付一切的突发情况 雨越强越大 黑暗中 异性突然发出奇迹 小队乱了正脚 一瞬间 枪声 雨声 异性的嘶吼声 不绝于耳 队员们活力全开 可面对越来越多的异性 攻击很快变成了防御 队长大黑慌神 爬出坦克 吓他人 小队全身覆没 商店里的新存者心如死灰 妮莎和女儿赶到商店 孤狼追踪异行 也已经来到这里 一只异行猛然闯入 众人尖叫 不知所措时 孤狼出现在身后 干掉运行 孤狼献出真身 两个憨憨抬枪 还想碰上一碰 下一秒 肩炮锁定 直接将他们哄成了渣渣 新存者们疯能碎的逃出 孤狼则和剩余的异行 继续战斗 孤狼暂时被拖住 而铁血异行 开始了下一步行动 混乱不堪的医院里 铁血异行悄然出现 传访里 一个孕妇骑将领盆 铁血异行偷偷靠近 在其余孕妇的尖叫声中 直接嘴对嘴 将异行乱注入了女人的身体身上 医生感到时 女人的腹部蠕动 下一秒 直接爆开 将对于之前 每个人只能孵化一尺 这一次 直接生了一窝 那一头 新存者们冒着大雨 找到了特种小队的坦克车 通过军方的无线电 犬毛联系上的指挥行动的上校 上校冷言冷语 30分钟后 市中心会有直升机接应 想活命 就尽快前往 妮莎曾是退伍女兵 驾驶坦克车 自然不在话下 可行驶途中 一个急杀 妮莎想到了什么 她告诉众人 市中心太远 警方却故意选择那里 她曾在军队待过 她知道 军方很有可能 只想用幸存者拖住局面 以免进一步失控 所以那里根本就不会有救援 奈克的哥哥大卫 相信妮莎的猜测 她表示 医院里有一架直升机 那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警长却猫不干了 她不相信 米国的军方会这么无耻 最终她和妮莎等人分道扬镳 和其余新存者继续赶往市中心 很快 妮莎一群人抵达了医院 只是此刻的医院里 狼藉一片 没有一个活人 就在他们向着楼顶的停机坪进发时 孤狼铁穴也已经赶到 不出意外 昏暗的楼梯间 妮莎等人和一行正面遭遇 小花崩溃 无脑的向着前方跑去 与此同时 孤狼这边 铁血异形躲在角落 同样的套路 又想偷袭 只是这一次 孤狼不再大意 她迅速起身 手起刀落 先弄伤铁血异形 铁血异形不敢硬钢 招来两只普通异形 想拖住孤狼 一刀一炮 孤狼从容应对 完成双杀的同时 又一只异形 加入战场 肩膀被打落 孤狼丝毫不慌 面对更多的敌人 她拿出飞镖 迅速甩出 只是这一次 异形被解决的同时 失控跑来的孝花 刚好撞上飞镖 孝花被拦咬斩 钉在了墙上 心爱的孝花惨死 麦克蹦不住了 举着枪 对着孤狼 火力全开 孤狼注意力分散 被异形扑下了电梯井 而铁血异形 再次偷袭 这里不得不说 这铁血异形 将猥琐发育四个字 管到了极致 鼠节光环的庇护下 麦克只是被刺穿肩膀 哥哥大卫扶起弟弟 拿起属于孤狼的肩炮 眼下 必须尽快前往楼顶 启动直升机 电闪雷鸣中 大卫两兄弟 和丽莎母子 一路前行 周围的异形包围而来 在丽莎火力掩护下 大卫利用肩炮 轰开了一个突破口 计划是这样 大卫留下拖住异形 弟弟和丽莎 则先去启动直升机 一只异形出现在上方 就在大卫以为难逃一劫时 孤狼铁血霸气登场 孤狼长边一甩一拉一拽 锋利的钢鞭如剁瓜切菜般 像异形切成了好几块 铁血异形 隆然出现在身后 他先甩动尾巴 铲住长边 面对孤狼的长枪 左闪右臂 一招神龙摆尾 直接撂翻对手 孤狼爬起 体力和装备 已经到达极限 大卫庞托中 卸下面具 这一次 孤狼要赌上铁血战士的荣耀 和面前的死敌 进行最后的对决 另一头 麦克等人 启动直升机的同时 卷毛和其余性存者 还在市中心 等待空中支援 事实证明 丽莎的判断是正确的 因为此刻 两架军用战斗机 已抵达城市的上空 20万吨的核爆炸 已经属于休息 与此同时 孤狼和铁血异形的战斗 已经进入白热化 体力不止的 孤狼被铁血异形 压在身下 用尽全力 孤狼一记手刀 贯穿了铁血异形的脑袋 擬上往来 铁血异形也不含糊 锋利的尾巴 同样穿透了孤狼的胸膛 两大死敌对尸怒吼 下一秒 一声惊天的巨响后 蘑菇云深腾而起 直升机坠毁 大卫和逆杀四人 得以幸存 军方找到他们 没收了孤狼牛下的肩炮 当上校将外星武器 交给一个神秘的女人后 异形 铁血战士 以及人类参与的下一次对决 过去才刚刚开始 这是上映于2007年的科幻恐怖电影 异形大战铁血战士2 首先必须吐槽一下 这部电影是真的黑 成本有限 可以理解 但本来夜里的场景 就又黑又暗 后面还加了段多余的剧情 将城市的灯光也给搞媒 这就摆明了告诉你 调高亮度 眯着眼睛 你也看不太行 其次 电影中角色的塑造 没有主刺 前中期太多无用的剧情 让人摸不着头脑 甚至到最后 你都不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最后 异形在电影中 完全浓为了烂俗的怪物角色 一个女人 一把枪 直接就放倒了好几只 数量多了 神秘感没了 压迫感更是荡然无存 总的来说 这部异形大战铁血战士2 除了孤狼铁血和异形对战的部分 有些看点 其余剧情既多余 更无趣 个人建议看的时候调高亮度 适当跳着看 或许还能少到些快乐 好的 就说到这里 我是时光 感谢收看 欢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